一百四十五集 宁星从旁边取来一个盒子递给了李明锐 科举绘饰,纸张都是统一的,但是笔墨可以自带 我给你挑了两块燕台,几根狼嚎 李明锐打开盒子一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被忽略的李延二嘟着嘴,张望了一下 这燕台是用过的?宁星笑盈盈地说道 是我爹用过的 李延二捂着额头,宁三元真是好吉利啊 宁星还没成了他四婶呢,就欺负他了 宁星看着李明锐惊喜地摆弄着燕台,他笑道 这块燕台是和你的笔锋,尚宣纸不画 而且燕台的底部是堵死的,毛笔也是实心的 这个盒子我检查了很多遍,没有任何的藏购之处 宁星将盒子的底层打开 去贡院考试就不能太讲究 买几个亢厄的干粮放在这里 等你考完了,我请你吃好的 李明锐的心底甜甜的 宁星一切都帮他提前想到了 他抱紧了盒子 我只带这个去公园 四叔可真听话呀 李延尔吐得一口好槽,喃喃说道 至于吗 至于 宁星抬手帮李明锐整理了领口,柔声说 科考陷阱说穿了快没意思的 你自己小心些,防患于未然,自然立于不败之地 这次科考太受瞩目,各方风云际会,你也太显眼了 长公主给你送消息了 没呢,不过,我知道贤妃娘娘的人最近很忙 她是不会凑过这届强财盛会 我会小心贤妃娘娘 你不能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若是有可能,科举前去见见燕国公 李明锐抿着嘴唇,神色略显地悲怅目呢 李延尔借此机会,喊泪说道 四叔,不管你认不认爷爷,你都是李嘉人 爷爷连最在意的神经营都舍了,四叔还不明白吗 爷爷对四爷爷很愧疚,可四爷爷也没给爷爷后悔的机会啊 四叔,爷爷很想你,他活不了多久的 难道,你非要用无视爷爷这名名不牧权贵 问爷爷去了,你将来会后悔的 四叔 李延尔抹去眼泪 在爷爷心里,天国功夫虽是重要,可比不得爷爷 从小带大的四爷爷啊 爷爷摸着你画像的样子太心酸了 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四爷爷 宁心从李明锐的手里接过灵嘴,拍了拍他的胳膊 不是只有你才能继承燕国功的爵位 燕国功总是你的亲人,莫忘了你父母的意愿 拉开了茶室的门,宁心悄悄离去 将茶室让给了李明锐和李延尔 坐在马车上,宁心揉着额头 看着在他膝盖上放着的灵嘴 麻烦,真是麻烦 其实他比任何人都不希望李明锐认亲 但燕国功夫是李明锐无法摆脱的责任 只要这次秋为李明锐高中 宁心有才有貌 他嫁与李明锐后 夫妻两人足以在京城开府顶门过日子 李明锐父母早丧 宁心只有一个开明干练的姑祖母 他们两人上面无刁蛮的长辈 中间无极品亲戚 只要夫妻两人同心同德 他们婚后日子一定会过得很顺心 寻常人家选夫婿 大多是选家族顶旺 父母姐妹俱全的旺族 可宁心的想法不同 他和李明锐又不是没本事 需要兄弟相助的 他宁可选择家庭简单 如此也可少些争斗 宁心从膝头拿起一块云膏 放在口中是甜的 可此时他心底却甜中带色 千选万选 李明锐哪都合心意 如同姑祖母说 这李明锐就是老天爷 特意设定给他的家序 宁心不否认 李明锐做什么他都喜欢 可是他偏偏是燕国公府的人 燕国公府在京城风平一般 以前有多风光 眼下就有多落魄 这样破败的家族 是一副沉重的担子 宁心不想背上肩 重振燕国公府的声望 让曾经的第一公爵 重现荣光 只怕是不容易 神圣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宁心吃了点心 笑容微有苦涩 我的想法也是要不得 燕国公为了他 舍弃了神机营 我曾想过 让他得到燕云飞骑的阵途 可是总不能好处都得了 却不想承担责任 世上没那么好的事 小姐的意思是 李公子会继承燕国公 抱琴和弄悦 两人不由的扎舌 对他们来说 燕国公那是最顶尖的开国功勋 同大唐开国皇帝 是一个祖宗 说燕国公有皇家血统 也不算是过分 燕国公和韩王 名标史册的辉煌战功极多 李明锐竟然可以继承 燕国公的爵位 这让他们吃惊不小 宁心吃着云膏 舔了舔手指上的点心碎末 水蒙蒙的毛子 闪过一抹纵容 随他 随他的选择 如果他回归燕国公府 宁心总不会为了怕麻烦 而阻止他 更不会逼着他 在自己和燕国公府中选一个 抱琴想到一事 犹豫开口 奴婢听说 肖欢同燕国公二房老爷定了亲 三日后他会一切入门 唉 宁心重重的叹息 郁闷烦躁的心情写满了脸庞 早知道会同肖欢一个锅里吃饭 他不应该手下留情的看热闹 原先想着恶心恶心薛真 没成想兜兜转转的 他又同肖欢碰到了一起 以燕国公二老爷的糊涂性子 燕国公又有心传为李明锐 李明锐和二房的仇是化解不开了 可是偏偏燕国公府又有祖训 不得分家 宁心的嘴唇动了动 最终化为了一声长叹 唉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在江南弄死消欢该多好 这也证明 宁心是人 不是神 他算不到以后会发生的事 宁心皱了皱眉头 薛真大费周折的 将消欢弄进京城 到底是为什么 是为了二老爷吗 还是为了破败 穷得勉强过日子的燕国公府 或者二老爷是消欢不得已的选择 诸多的谜团 只能一项一项地解开了 宁心回到了宁家后 没有按照平时的规律 去书房处理事情 反倒是在自己的屋子里 拿起了绣针 绣起了男子的衣裳 宁老太太进门后 揉了半天的眼睛 宁心的绣工 倒也说不上是惨不忍睹 只是相比较 她出色的方面 女红只能说是一般般 你这是怎么了 宁老太太语气里 略带着急许的担忧 见宁心甩了甩手 她心疼得不行 福里少了针线上人 我想亲自给她绣一件衣服 宁心的手指被针扎了好几下 她客举会试的东西 我不亲自给她准备 我不放心 你这是什么毛病啊 宁老太太 异常无语地扶了扶病脚 她是不懂事的孩子 非要你扶着才会走路 新丫头 你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啊 她也不是没有用处的男人 新丫头 你是不是太紧张 这次科举会事了 你在外面 听到了什么消息 不知道 宁心咬了咬嘴唇 我只觉得心慌意乱得难受 姑祖母 除了我自己外 在她的科举事上 我不信任任何人 所以 宁心亲自挑选笔墨纸业 挑选盒子 亲自给李明锐做衣服 交代她在进贡院前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宁心不怕李明锐不能高中 她是担忧李明锐被人陷害 如果不是因为她 李明锐会是最最寻常的举子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受人瞩目 宁老太太握住宁心微凉的小手 叹息道 哎 关心则乱 我倒是一点没说错你 好了 我会让人看着点她的 新丫头 你少想一些 她既然是你选定的 你应该相信她 相信她 不会轻易地落入别人的陷阱中去 轻身不受 会极必伤 你思虑过重 总是想着面面俱到 可新丫头 你也得仔细身体啊 宁老太太摸了摸男士长山 我同你一起做 你总不会连我也不信吧 好啊 我也想跟姑祖母学一手呢 我的修活实在是有些拿不出手 你把心思都用在别处去了 哪有空练女红啊 宁老太太宠溺地笑道 你真当老天爷一天四十八个时辰不可 人无完人 你呀 就是太好强了 燕国公府门前 李明锐站了好久 高悬的匾额上上书设造 燕国公府的字样 落款是大唐忠心之主 那位因为封云谦继承皇位的大唐忠心之主 是个极为低调的人 一生极少给朝臣赐字 更别说亲笔所写的匾额了 在所有人都忽视他的时候 以为他不过是位傀儡皇帝 他不动声色 费了二十年的功夫 剿灭了大唐复国后的许多诸侯 并且让名不聊生 山河被鸭子踏见过的大唐恢复了生机 给先帝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当政五十年 也是大唐休养生息的五十年 等到他驾崩 人们才明白 他不愧是老天爷给大唐选中的皇帝 他的妙号百姓很少记得 但是提起大唐忠心之主 却无人不知 李明锐能感受到 大唐忠心之君对燕国公府的重视 亦能从略显得破旧的墙头 感觉到燕国公辉煌的过往 他能承担得起这副重担吗 如果燕国公府注定落魄 他不希望毁在自己的手上 四叔 天爷还在等你啊 李延尔不懂 李明锐为何没见爷爷 却先红了眼圈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因为匾额吗 李延尔也多了几许的压抑 这块匾额 许是燕国公府最后的脊梁了 若是再被皇帝摘了去 燕国公府就彻底的完了 爷爷心心念念的 就是单数铁券和重数神机营 李明锐高大的身躯僵硬如铁 他以为自己不在乎燕国公府的兴衰 直到他来到了此地 他才明白 他的血是热的 血脉的传承容不得他拒绝 振兴燕国公府的责任 等科举会时候 我再拜见燕国公大人 你让他保重身体 李明锐低垂下脑袋 不让任何人看到他此时的神色变化 他声音略带沙哑 如果他病得厉害 你可以去找宁钦 他是我心仪之人 也是我的未婚妻 他会尽全力救治燕国公 嗯 他的医术要比太医好得多 说到最后 李明锐的声音已经低不可闻 四叔 李延尔眼看着李明锐转身离去 虽然他没能见到爷爷 可李延尔觉得自己肩头的重担轻了很多 他头顶上的天也高了许多 拦了许多 心情愉快的李延尔哼了一声 哼 真是头眷恋 宁小姐怎么会看上四叔的 延尔 方才那人是 打扮整齐且富贵的二老爷 被人搀扶着出了燕国公府门 瞄了一眼李明锐的背影问道 哪来的爷小子 延尔 你得注意身份 李延尔俯了俯身 见过二爷爷 多谢您的提点 他像是来京城寻亲的 是吗 二老爷略觉得李明锐很眼熟 和蔼慈爱的看着李延尔 大哥只留你在床前尽孝 爹丫头 大哥万一有什么事 你且一定要告诉我 是啊 李延尔低头恭敬的硬了 二老爷脸上的慈爱更浓 他保证道 以后延尔的终身大事 有我帮你操持 我一准给你选个体面富贵的好人家 给你准备一副丰厚的嫁妆 延尔 我把你当成亲孙女一样疼惜 你可懂 多谢二爷爷垂爱 延尔明白 好好好 二老爷对李延尔放心了许多 命人将他搀扶上马车 李延尔退到一旁 直到马车远去 他才撇了撇嘴 爷爷就算是自请除绝 也不会将燕国公的爵位传给你 伤还没好 就赶着去见没脸没皮的小情人 哼 真是丢尽了李家的脸 李延尔平复了好一会儿 才勉强压住心底的怒气 转到燕国公的屋里 又见到爷爷 看着李明锐的画像 他心中意软 爷爷 四叔说科举会事后 为了拜见您 拜计祖宗 哐当一声 画轴落在地上 燕国公双目赤红 什么 他 他真怎么说 你 你没骗爷爷 林延尔握住爷爷干瘦的手臂 眼圈微红 孙女哪敢骗你 四叔不是没良心的人 他不会眼看着燕国公府破败下去的 四叔的本事可大了 我看一转高中 撑 我也要撑到他回国公府的那一日 燕国公本已到了游禁灯窟之时 但是为了心底的执念 他除了向天祈求多给自己点时间外 不再想丢人的二老爷 不再想燕国公府的将来 一心只想支撑下去 熬到李明锐 认阻归宗 他趁着精神状况较好时 将请封世子的折子写了一遍又一遍 折子上面只求皇帝恩准册李明锐为世子 李延尔在一旁照顾侍奉他 原先他是不愿意爷爷 劳心劳力地写着喜海谷的折子 但他发觉爷爷写完折子后总会很开心 李延尔也就顺了燕国公的心意 至于李明锐说过 燕国公病重让他去请念心 李延尔将话记在心里 但却不敢同燕国公说起 毕竟宁心被皇帝惦记的事 爷爷还不知道 万一爷爷不喜欢四叔同皇帝抢宁心呢 燕国公的祖上 是有过同皇帝抢女人的丰功伪迹 可那时燕国公的威名 哪是此时候能比的 李延尔只求燕国公 省心地多支撑一段日子 对二房老爷的种种荒唐行为 他能瞒下也就瞒下了 二房夫人也被二老爷气得够呛 几次想要找燕国公诉苦 李延尔插科打混的将他关在了门外 是老二家的 燕国公深陷的眼睛赠亮 虽是只剩下一把老骨头 但是他显得极是精神 爷爷 二奶奶也不是沉青拦着二爷爷 眼下看二爷爷对萧欢的镜头 天王老子来了都拦不住的 李延尔撇嘴 爷爷为这样的事生气 太不值得了 二老爷最近好事将近 遂显得春风得意 走路的脚步都是飘着 萧欢仿佛给了二老爷心声一般 由此二老爷对萧欢疼到了心坎上 不舍得他受委屈 硬是逼着老妻筹备给萧欢的聘礼 二太太孙子都有了 对风流丈夫纳妾的事情 本来看得就很淡 可二老爷这劲头 让多年不曾应期过的二太太 心底泛了酸水